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了批评意见 而周深则当众进行了反驳和狡辩 这一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人们对双方的反应持不同看法 首先 对于韩红的批评 一些观众认为他作为资深音乐人 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审美观 他的批评有助于周深更好的成长和进步 韩红在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的评价往往被认为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 因此 他的批评被看作是对周深的一种鞭策和激励 然而 也有观众对周深的反应表示支持 他们认为 周深作为一名年轻的歌手 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在公众场合 他选择了勇敢地反驳韩红的批评 展现了自己的自信和坚持 这种态度被一些人视为勇敢和敢于挑战权威的表现 不过 也有观众对双方的反应池保留意见 他们认为 作为公众人物 周深和韩红应该更加谨慎地处理自己的言行 韩红的批评虽然出于好意 但过于严厉可能会伤害到年轻歌手的自尊心 而周深的反驳虽然体现了他的个性 但在公众场合过于冲动可能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一事件中 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公众舆论场合 公众人物应该如何处理批评和争议 首先 作为批评者 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意见 避免过于严厉或伤害他人的言辞 作为被批评者 应该虚心接受意见 并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回应 在公众场合 双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 避免过于冲动或情绪化的言行 此外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公众舆论场合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 公众人物的言行往往会被放大和解读 因此 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地处理自己的言行 以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 周深被韩虹批评的事件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和思考 我们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这一事件 既尊重韩虹的批评权 也理解周深的反驳 同时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公众舆论场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以更加谨慎和理性的态度处理自己的言行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健康的舆论环境 不得不说 芒果台的优质音宗声声不息太精彩了 观众不仅可以听到经典重唱 还能看到很多优质艺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第四期节目中 谁都不会想到 会惊现神级舞台 万众瞩目的周深 汪素龙强强联手 重新演绎了杨幂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公的主题曲《爱的公养》 正片未上线前 全网超过一半的网友都不怎么看好这首曲目 有人甚至觉得 该曲目不配出现在这档节目的舞台上 其实这就是一个见人见智的问题 原唱杨幂的唱功自然没法跟专业歌手相比 可谁都不可否认 这首《爱的公养》当年红极一时 就连周深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当年不论走到哪里 都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可见这首《欧斯特》主题曲 当年有多火了 登台后 周深的天籁之音跟汪素龙的纯净嗓音 摩擦出了很多化学反应 整个舞台呈现出来的效果 超出了很多网友的预期 二人都是华语乐坛的欧斯特大魔王 这次神仙合作不仅赋予了爱的公养心的生命力 还圆了很多歌迷心中的梦 如同粉丝所讲 他们的二人的表演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殿堂级现场这样形容 乍一听 有些夸张的成分 但一点都不为过 要知道 节目播出后 二人的高光时刻让杨幂的代表作爱的公养 再次迎来了二次翻红 这就是优质偶像的作用 舞台上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而跟汪素龙 周深Battle的是乐坛大姐大韩红 他们三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观众很难评选出谁的表现更胜一筹 演唱的是罗大佑的年代金曲陆港小镇上线于1982年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毫不夸张地说 敢翻唱罗大佑金曲的女歌手 恐怕也就剩下韩红一人了 要知道女生跟男生的声线有很大的不同 更何况这首歌的难度就很高 也就是说稍有不慎 就会把网友拿来跟原唱相互做对比 反观韩红 作为国宝级唱将 表演舞台从未翻车过 开口就贵 独具一格的嗓音 第一句就牢牢抓住了台下观众们的耳朵 不愧是华语乐坛的门面担当 前半段有多稳 后半段就有多诈 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 唱到高潮段落 疯狂输出炸裂高音 活生生把一档音综节目 变成了个人演唱会 摄像还给了观战的深深一个特写镜头 惊讶的表情 像极了屏幕前的你我 值得一提的是周深的美声高音跟韩红好有一笔 每次都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 整首歌听下来 除了震撼就是满满的感动 相信不少观众都和我一样 刷了不止十遍韩红版本的陆港小镇两个舞台 两个曲目 尽管利益不同 但都是本期节目 名副其实的神级舞台 表演结束之后 韩红 周深 汪苏龙再次回到舞台中央 韩红一点前辈架子都没有 直言该曲目陪伴了自己整个青春 一直都想重新演绎这首金曲 对于观众而言 无疑是本期的一大福利 因为没有生生不息的话 也就听不到韩红的这个版本了 当何炯向周深 汪苏龙发问时 深深净显身世风度 把高光时刻都让给了好兄弟汪苏龙 换作流量艺人 势必会抓住每个露面的镜头 反观周深 时刻都在为他人考虑 当汪苏龙表示 自己在私底下翻唱过这首歌时 深深秒变主持人 一句窝街的恰到好处 彼此之间的爆笑对话 韩红觉得更像是一段相声表演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要有他们二人的真人秀镜头 总能斗屏幕前的所有观众 何炯提到公布不惊心回家的诱惑 等多部大热电视剧后 汪苏龙现场该周深 说来就来 站在舞台上 急性轻唱了回家的诱惑的主题曲 无法原谅 该剧开播于2011年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部抓马剧 林肖素饰演的男主 洪世贤堪称国内偶像剧中的 第一渣男时隔多年 剧中的名场面依然时常出现在 各大二创视频当中 电视剧的评分不高 只有可怜的6.9分 可这首主题曲家喻户晓 也算是一首经典了 除了完整舞台 还能够听到深深的急性轻唱 如此高能的一段画面 芒果台想不出圈都难 再看何炯 脸上挂满了笑容 节目组还对其打上了台本上 有这流程吗 也就是说 深深的轻唱 完全是急性发挥 公演前 并没有进行过彩排 就连何炯都没想到 周诗会给现场观众带来一个彩蛋 并且爆笑吐槽 好难控制啊 台上的人 点评环节 韩洪京剧评出 觉得汪苏龙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歌手 通过这次才发现 汪苏龙不光会写 唱得也好 轮到点评周深时 来了一句深歌词话一出 深深立马消失在画面当中 一边向台下跑 一边喊很开心参加这次我时歌手 第三季好在何炯及时把他拉了回来 此时 弹幕里飘出了无数了深深太可爱了 从大姐大韩洪的口中可以得知深歌这个称呼 是整个女队给他的起的爱称 玩笑归玩笑 韩洪觉得深深特别出奇不易 给出的理由是周深是一个具有特殊声带结构的孩子 重点还提到了关键词贾生男高音 并且还用韦塔斯 迪马希进行了举例 在韩洪眼中 周深跟韦塔斯属于同一类的实力派男歌手 最后补充 贾生男高音是所有系统里的宝贝 可以在一档音宗节目中 喜获前辈的点名表扬 成为韩洪心中的宝藏男孩 深深名副其实 话说到这儿 偶像周深才是生生不惜嘉年华最大的一个看点 有态度 有担当 还有满满的正能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